一切平安順利 一拜 南港高中綜合教學大樓 動土開工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議員 里長師生們即時開拜禪土 一同見證歷史時刻 大樓興建提供師生 更友善舒適的交流場域 對教學品質提升有所幫助 南港高中是一個 歷史非常悠久的學校 民國56年就成立 經過歷任校長 大家非常用心地辦學 到這幾年 我們有數位科學實驗班 有國際人文實驗班等等 而且在體育方面的表現 也非常傑出 包括田徑 體操 還有輕體 游泳等等 而且我還記得 我們南港高中清廷隊的同學 參加我們今年 台北國際龍舟錦標賽 拿到了高中組的第一名 非常厲害 我今年也有下去黃龍舟 我原本是期待 我們消防局同仁跟我一隊 現在我要請南港高中清廷隊的同學 跟我一隊 這個年輕朋友 真的非常優秀 當然這一次我們 綜合教學大樓 主要原本是科學大樓 但非常老舊 而且經過鑑定 綠離子偏高 也就是所謂海砂屋 所以在考量師生的安全 以及耐震的係數 我們決定重新改建 那在107年當時就已經拆除 但經過了一段時間 今天終於能夠動土 我想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也是靠很多我們在地 許多不只是校長師生 一起配合我們議員共同的支持 預算的通過 還有里長們共同協助 才能讓今天南港高中 以及港中人期待已久的 綜合教學大樓 能夠正式動工 我們預計在115年能夠完工 當我們希望能夠如期如實地完成 綜合教學大樓的原址 其實是我們的科學館 從105學年度開始 由威蕊校長開始拆除 然後規劃設計 也通過第一次的審查 那108年我接掌南港高中之後 我們走過了變更設計 也走過了疫情 在全體的同仁的合作 以及公務局新公處的協助 教育局的指導之下 那我們今天終於要這裡 進行動土的典禮 那這也非常的 在這裡非常感謝各位貴賓蒂臨 來一起見證南港高中 未來新世代學習空間的 正式的誕生 綜合教學大樓 將規劃地下兩層停車場 及地上五層教學空間 建構多功能教學建築 並導入綠色設計概念 取得迎擊綠建築標章 為了顧慮到整個發生 學校在整個在校後發展上面 發現了教學空間有點 嚴重的不足 同時還有很多很多未來方向 沒有辦法在這樣的 既有校舍裡面去做發展 而決定了我們在原本的 這個科學大樓這個拆除的基地裡面 我們新建地上五層樓 地下兩層樓的 綜合教學大樓 工程團隊 這個案子是由主案機關 是公務局新建工程處 下班機關是南港高級中學 設計建造建築師 是啟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團隊是遠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蓋藥 南港高中位於本市向陽路及市民大道交叉口 北側是玉城公園 南側就面臨了這個市民大道 可以沿著昆陽街跟捷運昆陽站去做連接 周圍的公共設施包含了台北流行政院中心 以及三鐵共構的南港車站 整個案子要新建地上五層樓 地下兩層樓 總樓地板面積大概3124坪左右 使用用途在地上層包含了普通教室24班 360人的階梯講堂 以及風雨教室 地下層對不起我們自打錯了 地下層的話都是停車場 包含了汽車停車位49席 以及機車停車位91席 預令完工是在115年的2月 整個的工程效益 我們希望成功跟剛剛各位報告的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以開放式校園為主軸 將建築物的量體以及開放空間 我們做集中設置 來符合到未來學校20年 甚至30年整個的學校的發展 同時新建完成之後 提供了一個安全更便利的一個教學空間 讓學生們在新空間裡面 去做新的學習 而有更好更好的成就 最後我們在裡面提供了很多的 這一些的辦戶外空間也好 或者是等等這些交易空間 我們希望高中學生們 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社會化裡面 多一點空間 可以讓他們去做一些生活上的交流 在同才之間 未來在出社會之後 能夠有更緊密的一個聯繫 蔣灣不僅只是工程要如期如值 也開玩笑說簽很多金鏟子 因為拿到他的金鏟子的人 都會升三個 記者問郡 張啟騰 台北報導